一年一度的台湾茶叶博览会 11月19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起跑 为期四天展期展出了全国各大产区茶叶 茶具工艺、亮点茶庄等 而花莲蜜香红茶馆在县政府及日最香农会精心策划之下 以鲜明的色彩搭配几何图形融入地方特色 不仅是全场焦点、人潮买气更是大爆炸 19号堪称台湾茶叶界盛世的台湾茶叶博览会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热闹展开 来自东台湾的花莲茶产区瑞穗五鹤茶区不缺席 以独冠全台的蜜香红茶品来参战 瑞穗香农会在花莲县政府精心策划设计下 以鲜明的色彩搭配几何图形 融入地方特色而成的花莲蜜香红茶馆 以蜜香红茶为主展品 同时也有咖啡、苦茶油品等等的花莲在地农产品 让花莲蜜香红茶馆不仅是全场焦点 十多位来自瑞穗香及玉璃士科山的茶农门 也以蜜香红茶特有的浓郁蜜味 花果香气的温润茶汤真不全场 人潮买气大爆炸 整个展览馆就我们生意满满的 人潮满满的 疫情有没有影响 疫情没有什么影响 我看那个人还是蛮多的 所以最最的也比去年好 我问那个赤客站60站3的 他们都说比去年好 为期四天的展期 今年22号圆满落幕 亲自到场坐镇的总干事黄胜黄 关心蜜香红茶馆的展览情况 尤其不少茶农纷纷反映 今年特别在疫情的影响下 人潮与买气远胜去年 可说展售成绩拉成红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